593集 墨田哥不知道刚才自己说了些什么 拿眼去看靖和道君 靖和道君嘻嘻笑 向他们翘了下拇指 两人才放下心来 愤青先动手是事实 只要原因见尊 没问到别的事情 就没什么关系 刘定元面若死灰 挣扎半傻说道 他们二人 早知愤青情绪不对 为何还要故意刺激他 此举 有违守望相助之道 镇阳道君却道 他对别人心存恶念 反倒要别人守望相助 敢请你们天道宗的规矩 是让别人遵守的 刘定元脸色难看无比 他万万没想到 果真是凤青先动的手 凤青并不是什么愚蠢的人 想来想去 大概是凤青修炼出错 自己却没发现 事到如今 天道宗的脸面已经丢了 但他不能不拘里力争 他转向原因见尊 原因道友 你说呢 原因见尊 清俊如少年的脸上 始终波澜不惊 收尽轻微的座位 确实有些不妥 若是以前发生这种事 原因见尊 不会多说半句话 但如今 天际宗门 组建成天际仙门 不管是何身份 都应该视为同门 虽然放在其他人身上 多半会跟墨天歌他们一样做 正阳道君哼了一声 却没再说什么 原因见尊道 好了 此事已清楚了 这件事 并非收尽轻微之国 天道宗 不得再寻他们的麻烦 听得此言 天道宗树人脸上 都憋门不已 但他们都同意 原因见尊条件 事情又摆在面前 此时 也无法再说什么 原因见尊又道 不过 他们二人眼见凤青 神陷魔障 却没有出手相助 此举 有违道义 他顿了一下 仍然没人出声 便继续道 既如此 旧由玄清门 向天道宗 做出赔偿 在场不少人 松了口气 心中 又不无遗憾 还是没能打起来 两大宗门 都没表示反对 这几乎是最好的结果了 刘定员 刘定员知道 既然是愤青 先动的手 那从玄清门 逃不到什么公道了 而正阳道君也明白 天道宗 算是一名 原因修士 他们什么也不付出 是不可能的 所以 双方 均默认了这个结果 既然结果已出 众位元修士 或安心 或遗憾地 离开万和堂 只留下两大宗门 及各大宗门的掌权人 接下来的 还是重头戏 赔偿问题 元修士 对宗门的意义极大 有定员 抓着这一点 狮子大开口 镇阳道君 当然不肯 此事 他们只是做得有些适当 并不需要负责 赔偿 也就是意思一下 雅人开始唇枪舌剑 讨价还价 每一个零食 都要计算清楚 这哪里是元后大修士 分明是法式的小商贩 在各宗门掌权人的见证下 双方总算达成了协议 将这件事抹过去了 回到玄亲们分院 镇阳道君抹了把脸 有定员那老家伙 早晚有一天 我让他把今天收的东西吐出来 虽然砍掉了一半有余 但也是个不小的树 墨天哥琢磨了下 镇阳道兄 我手头有些鳞草 可以抵掉一部分 镇阳道君摆摆手 高年份林草难得 你还是留着炼丹自用 这些东西 宗门还出得起 他又吓道 轻微 你还是太监外了 你们是宗门弟子 出了事 自有宗门替你们担着 何况 此事并不是你们的错 墨天哥威震 若有所思 原来他与秦夕的差别 就在这里吧 沉思间 镇阳道君 已经震了神色 你们二人 这就回太康山吧 时间紧迫 那位琥珀前辈说的是 我会让本门弟子留意 你们只管修炼就好 镇阳师兄 那这里 妙依和玄英 已经赶过来了 镇和道君挥挥手 你们只管去 顺便告诉灵溪 他最好也闭关 你们三人 是玄清门的希望 墨天哥抬头 看了眼秦夕 他神情肃然 心中便有些明白 师父和镇阳道君 已经有了决定 如果真的天下大乱 改天换地 整个玄清门 都会努力保存他们的性命 让他们 为玄清门 传下道统 他心中 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但最后 只是轻轻应了一声 是 镇阳和镇和两位道君 一拍板 墨天哥和秦夕当天 就踏上了 回太康山的路途 他们刚走没多久 玄英和妙依道君就到了 四位道君 没去万和塔 而是窝在玄清门分院内 关起了门 设了禁止一室 第二天 坐镇太康山的掌门 洛芬雪 收到一封传书 内容不长 但洛芬雪 看了一页 不久后 玄清门内 发出掌门令 召回一批弟子 之后 陆续派出一批批弟子 却没有上战场 而是游荡在整个天际 不知在做什么 这些改变 整个玄清门 只有寥寥几个人知道 莫天歌 秦熙 灵溪道君 三人同时闭关了 华岩道君 去了一趟昆中厂后 回到太康山 就不再回自己的洞府 而是每日坐镇主峰 三清殿 莫天歌知道 他寿缘不多了 而修为 一直停在原因初期 基本上 没有进阶的可能 所以 他打算为宗门 贡献最后一点力量 保护他们闭关 想到这里 莫天歌从乾坤界中 取出了一支药瓶 这支药瓶里 装着的丹药 名为长生丹 一颗 可延寿五百年 师兄 你说 我应不应该 把长生丹拿出来 他摸索着手中的药瓶 问道 秦夕正在翻找点击 过了一会儿答 你想拿就拿 莫天歌转过头 白了他一眼 有你这么随便的吗 秦夕无奈 本来 本来就是你有权决定的事 何须我说 可是 且不说长生丹 有多难得 别人的长生丹 只能延寿一百年 我的 却是五百年 这怎么解释啊 莫天歌纠结 他并不是吝啬这些东西 只是很难解释来源 秦夕却道 他们又不会强迫你解释 你担心什么 好吧 他承认 事关宗门 他缺少的 就是秦夕的这种淡定 他想了想又问 你说 现在关键时刻 我是不是应该把灵草和丹药 拿出来用 他们整理须天尽时 曾将一批灵草采摘下来 其中大部分变成了丹药 小部分存放起来 这些东西数量巨大 不是他们俩人用得完的 秦夕也想了一下 可以啊 目前来说 尤其有用 门派实力 急需提升 莫天歌又问 那应该拿出来多少 秦夕回想了一下 他拥有的丹药数目 一半吧 他们被困天魔山的时候 没事做 就天天炼丹 存下的丹药 拿出来 能吓死人 虽然总数 比不上门派库房 但高阶丹药 就多得多了 而且 品质 也好了许多 两人对外号称闭关 其实各有钥匙 秦夕在找寻 关于改天换地的记载 可惜的是 每一个时代的结束 典籍大量的消失 很难找到 关于那段历史的 指言片语 而徐天静 缠身的年代 大概在上古之前 里面的典籍 根本没有这些内容 为此 洛芬雪派出大量弟子外出 搜寻各方面的书籍御解 至于墨天歌 则在琢磨 几部功法之间的关系 他的混元素女宫 秦夕的传阳诀 和三元转轮功 还有元宝给的 阴阳双修大法 这几部法诀 都有着或多或少的问题 有的是也需天静 有的不适应 必须要解决其中的问题 他们才能借助体制 飞速修炼 想到丹药这个问题 墨天歌召来水灵波 让他换洛芬雪过来 他渐渐适应了新的身份 也学会了 摆元英道君的架子 这是元英道君 必须有的气派 对宗文弟子而言 也是一种激励 洛芬雪 称作机关大雕 往吉渊潭飞来 秦西结音后 便将原先位于某个山头的 洞府出口封闭了 而将另一个 位于吉渊谷的出口 开启 如今 整个吉渊谷 都在洞府进制的范围内 想要入谷 除了乘坐 墨天歌特制的机关大雕 别无塌法 从吉渊谷上空 往下望 谷底大部分 被吉渊谷覆盖 只见水清如镜 波光荡漾 身处谷底 又另有一番风景 最醒目的 是直流而下的 有如白练的瀑布 水声哗啦 飞诸剑狱 水面上 浮边处处 有如冰川 潭在一角 立着几间木屋 又回廊相连 两者都爬满了青藤 颇有眼屈 木屋坐落的困地上 便知奇花异草 边雪中 傲骨鳞霜 洛芬雪一看就知道 是墨天歌那位 寄名弟子的杰作 认识一百多年 年少相交 他对这位天籍 最年轻的原因修士 太了解了 叫他自己布置洞府 随意建两间木屋 就差不多 那会像现在这般 处处彰显 悠扬各调 不过 这样子 才有原因修士洞府的气派 像守镜师书原来那样 洞府随便开在一个 无人的山头 算了 不提了 洛芬雪从机关大雕下来 水灵波 已经等候在旁 浮身见礼 林波 见过掌门 洛芬雪笑道 不必多礼 如今水灵波 是墨天歌的弟子 论辈分 与他是一样的 但他既是 杰单修士 又是掌门 身份上 要高许多 我 有 我 有 有 有 by bwd6